其他新闻,埃及爆发多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 观景开枪镇压,冲突至今,最少造成24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 不过总统穆巴拉克就通辞不会落台 本江特区政府将埃及的外游警示提升到红色 先有孙小勤报道,埃及群众的示威冲突 经过昨晚的大规模示威,首都开罗有余战场 民众四处放火 今早7点钟的宵禁令过后,示威者又上街聚集 高副总统穆巴拉克要落台的口号 警察开枪驱散群众 反政府民众昨晚爆发4日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 他们不理会宵禁令,上街抗议 期间不断传出枪声 有民众焚烧执政党民众民主党的总部 有销毁警车 当局第一次出动军队镇压示威 坦克和装甲车在街道报防 有示威者爬上装甲车抗议军方武力镇压 国营电视台和外交部大楼都受到冲击 士兵戒备 示威由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开始 反政府浪潮席卷全国大部分卷区 在东北部城市苏伊市群众毁坏警车 警方就用警车撞向人群 又向天开窗警告 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 警方施放吹雷弹驱散人群 示威者还击 当局虽然是中断了互联网和手提电话服务 但就阻挠不了民众互相响应 他们继续上街支持示威 多个反对派领袖被捕之后 更加触发民众的愤怒情绪 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 就是总统穆巴拉克落台 在开罗的中国大使馆说 局势实在是太危险 但茶馆也难以和外界联络 现在不适宜爱及旅行 现在我们的英特网和我们的手机电话 所有的通讯全部中断 我们很难跟外界联系 我们就建议中国公民不要到爱及来旅游了 或者是尽量的推迟 等形势平复下来之后再做决定 就不要过来了 开罗的酒店就说 旅客不要到市中心 也必须遵守宵禁令 酒店职员说 有旅客提早结束行程离开开罗 亚洲电视记者孙瑟琴不斗 在示威浪潮下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度表态 宣布解散现政府 重组新内阁 但就不会落台 请阿山报导 埃及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的反政府示威 演变成为流血冲突 规模之大 是总统穆巴拉克执政30年来 前所未见的 连一来都没有公开露面的穆巴拉克 终于首度开空表态 他表明 不会应反对派的要求落台 不过就宣布解散现政府 重组新内阁 他强调会解决失业问题 又会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 在穆巴拉克发表 全国电视讲话之后 不够一个小时 作为埃及重要盟友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 和他通过电话 促请埃及政府加大力度 改善民主和增加就业机会 又呼吁当局不要武力镇压示威者 局势动荡 局势动荡 美国向埃及发出旅游警告 强烈建议美国公民 不要沉默埃及 又呼吁正在埃及的美国公民 不要外出 埃及是美国阿拉伯世界当中的重要盟友 保持埃及和平稳定 不单止对它本身有利 对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安全 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 华府一致亦希望 埃及在滑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 担当和士佬的角色 一方面又希望 它能够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所以长久以来 都有向对方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不过埃及发生今次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之后 白宫采取审慎的态度 除了叫埃及政府保持克制之外 又说会检讨 每年向埃及提供十几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连续的动作无非都是想在鼓吹埃及 推行民主改革的同时 激怒地区的极端势力 打乱美国致力和阿拉伯世界 改善关系的部署 亚洲电视机者陈牙山给道 特区政府将埃及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红色 旅游业议会就取消下星期 2中午前出发的所有埃及旅行团 由胡天行给道 埃及局势学化 本港港港安局下午将对埃及的旅游警示 由黄色提高至红色 即是打算前往埃及的市民应该调整行程 而山在埃及的港人就应该注意安全 避开示威或者人群聚集的地方 也都要留意事态发展 保安局说会密切留意埃及的局势发展 以评估是否需要将警示提升至最高的黑色级别 如果那个威胁是很实在很具体的时候 接触到我们香港居民的人生安全 当然我们会考虑黑色的 但这个形势是随时都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必须密切注意那个形势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将警示升级 旅游业议会随即开会 决定下星期的 即是年29中午之前 出发的埃及旅行团全部取消 我们发觉那里的情况是相当迷恋 我们跟领队有时根本是没有办法 可以去跟他们联络到 这个我们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在这个旺季农历新年 大家都要先付钱 那些钱已经完全付出去 我们每间航空公司要敲门 要跟他们说 要使他们明白到能不能够退款 他们退款很多我们控制不了 同样时间我们都会要求 埃及的地接社协助我们来退款 这个我希望旅客明白 希望他们明白 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协助他们 目前本港有十几个旅行团在埃及 近三四百人左右 但是永安旅行社 现在就有四个团在埃及 其中一个取消在开罗市内的行程 预计晚上启程返港 另一个星期四出发的团 就仍然滞留在开罗机场 不过全部人都安全 旅行社要求航空公司安排机位 希望星期日安排旅客返港 保安局就说 正在外地的港人 如果需要协助 可以致电入警署的热线 亚洲电视记者 胡天行报道 发行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